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竖钩 上一节课我们学的是横钩 横钩是横然后再钩 竖钩是竖然后再钩 注意竖钩的时候 也是要先切笔 先钝一下笔 这个顿比的方向在45度 在45度 然后垂直 必须要垂直 然后到底部的时候 也是往左上角的45度角勾出 勾不要太大 那么这个要点是写的时候 竖钩一定要垂直 不能弯 我们写一下 先钝笔 然后沿着田子格线 先钝笔45度 沿着田子格线垂直 不能钩太大 不能钩太大 比方说这个很大 也不能不钝笔直接出来 这些都不好 这些都不好 好 顿比垂直 垂直 顿比45度垂直 勾出 再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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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旁的字 往往这个竖钩是最上面 上面是最上面 下面是最下面 也就是说 刀旁的字往往是一个横着的梯形 像这个也是横着的梯形 这个都是 竖钩的最上面 起笔是最上面 然后钩是最下面 所以一个利刀旁里面 一个字里面如果有利刀旁的话 这个利刀旁的竖钩是最长的 好 我们下面写一个创字 这个撇比较长 这个是个点 注意这下面是平的 好 利刀旁 竖钩 注意切笔 垂直 我们再写一遍 我们再写一遍 撇比较长 下面是平的 钩 钩不要太大 下面写一个Po 注意这个是相向点 这个横左边延伸 所以左边长一些 口要往当中斜 再写一遍 再写一遍 横左边延伸 垂直 往往是横着的梯形 好 我们写剩下的剩 注意这边先写竖 这边先写撇 可以带钩也可以不带钩 好 左边延伸 竖钩垂直 横 左边延伸 先写撇 好 我们下面写一个金 金字的草头上面是斜的 这边是斜的 然后注意这个开的 这个第二个横 要比第一个横要长很多 而且要向左边延伸 这是个竖撇 这是个竖撇 所以比较垂直一些 我们再写一遍 草字头的话 上面出头也多一些 这个第二个横 左边延伸 这是个竖撇 竖撇 竖钩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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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个横着的梯形 好,T 竖钩垂直 相向点 所以这边也垂直 垂直 垂直 上面有一个斜的 上面有一个斜的 这边斜的 好,脚 脚的话上面上面有三个东西 这个三个东西叫撇点 以后会学到 撇点是由撇和点组成 要连贯起来写 要连贯起来写 三个撇点 连贯起来写 不要断 好 注意垂直 三个撇点 三个撇点 好,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字笔画比较多 所以要写得紧凑一些 不要写太长 好,竖钩我们要注意 一开始的话是要顿笔 是向右下角的45度左右 然后垂直往下 与地面呈90度 然后垂直往下 与水平线呈90度 然后到尾部的时候 向左上角的45度勾出 注意 头跟尾 这边都要顿笔 那么这个勾不要太大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